为捡玫瑰石补贴生活 混沌利物锡 吊车缓缓从利物锡拉起张姓男子的身躯 在风景优美的钟很久驱动 他为了玫瑰石赔上了性命 他昨半夜两点找同伴到利物锡河床 摸黑头捡玫瑰石捡到一半 这边石头少我们去对面 说完他就想走到溪中 但有人炫他 但他不停炫 看起来湍急其实很简啦 继续往前走 结果才走两步就被溪水冲走 清晨七点 尽销才在燕子口戏端发现张男迷体 和他一同彩石的同伴悲痛万分 表示两人都靠打零工为生 但不是天天有工作机会 才会想摸黑简玫瑰石来卖 普通一颗篮球般大小的原石就可卖到上万元 如果工作稳定 谁也不想卖命 将会尽力帮他办好后事 董新闻总和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